一方面也要来关心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爆出了现在船上有64人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而且这艘邮轮在上个月31号停靠在基隆港 船上有2600多名旅客上岸观光 他们所到之处包含了西门町、基隆庙口9份 还有像是南门市场以及永康商圈等 51处北北基的知名景点 现在为了有效掌控疫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首度透过了灾防告警讯息 来公开他们的足迹 提醒民众如果在1月31号的上午6点到下午5点半 有经过这些51个景点的民众 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14天 也就是要留意你个人是否出现了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等症状 而这也是史上最大一波的自主健康管理 南门市场响起广播提醒业者提早打烊配合消毒作业 因为爆出有超过60人确诊武汉肺炎的国际邮轮 钻石公主号 船上2600多名游客中曾有人到过南门市场 贪商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严正以待 我都叫客人他不要碰出那个肉头我来碰出就好了 他没有碰住这柜台我会用酒精75度的稍微给他喷一下 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客人应该都没有很多的问题 船上乘客在北北基爬爬灶 就因为当时这艘邮轮在1月31号停靠基隆港后 旅客下船游玩去过的地方都被列为疫情重点警示区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下船之后曾到过各大景点 其中也有来到永康商圈这儿来踩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开他们的足迹 提醒民众留意只要是在1月31号早上6点到下午5点半 曾待过北市23处景点包括迪化街西门丁 及台北车站等地的民众 或是前往九份老街野柳等新北市景点 以及基隆和平岛庙口夜市等处的人 都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14天 也就是要留意个人是否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51处景点曝光全市观光客游客汇集之处 就怕成为台湾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首度透过灾防告警讯息 发送相关资讯给超过700万人 这也是史上最大一波的自主健康管理 昨天的1922进线一共是18000多通 那主要针对的问题还是一些隔离的部分 所以针对于一些我们昨天所发布的 细胞传播的并没有太大量的境线 对抗武汉肺炎得靠大家自发性配合 才能全民共同防堵疫情 记者正好报道